接著到英超這個環節 昆士柏洛對著雷迪 昆士柏洛... 曉士究竟什麼時候被解僱呢? 我真的在等這個消息 應該宣布 上個星期 你又很難說他踢得太差 上個星期其實踢得OK 挺不抵的 不過又是那句 那些叫魯莽 無緣無故拿個紅牌怎麼鬼 若然打回11個 是否最終會輸 都不知道 最終黑喘中堅的麥比亞 走到魯莽 79分鐘拿個紅牌 中場來說 我始終也是那句 只用了隔離路 寫敗國腳 和泰拉拔之外 其實球隊的中場發揮相當好 但奈何這番球 究竟... 我覺得盡地一波 我相信如果這場再贏不到 下個星期你問我吧 我相信以曉事應該要解僱 所以我覺得這場球 無論以球隊的前途利益著想好 又還是以曉事的前途著想好 這場球必勝無疑 但問題是我不捧他 我自己覺得這場球也有暗勇的 不過當然雷丁又不值得爭 但雷丁就開心 大家看到他又大了 對著呼咸 3比3 上個星期他們的鬥志相當強 也無可否認 對阿仙奴打算4比0 領先著聯賽杯 誰知道今天被人大逆轉的情況下 4比4 加時輸5比7 但之前除了叫作客利物普那場 開勢之外 其實之前對著作客 對著小雲絲 甚至主場對著劉卡素 都是分別2比2 甚至作客他們曾經都贏過 在聯賽杯贏過坤士白浪 這場是怎樣看的 這場是翻版的 英聯盃杯 入球大 都是大 我和你的想法都是一樣 對著你坤士白浪 雖然主場 其實我很想他這場開擠贏過 只不過 他的入球能力也是 即是贏過 贏過沒有本錢 你看看連愛華頓上次打消過 他也贏不到 他不想贏 很想贏 所以我這場球 雷丁又是 有利無利也不斷進 總是鬥進 看來坤士白浪 這場球 不會對車路士有些打和 因為這場球要拿3分 他要攻 所以大家互攻之下 不想 隨時翻版 五球球 現在入球指數是兩球半 雖然 現在的指數是 正本和 直到現在坤士白浪 用半球 入球大小是兩球半 那你兩球半 英聯盃五球 做個雙倍給你 我現在當他減一半 我都搞定了 所以我不想了 有球大 那時候白浪在主場 都可以入球 都可以的 都可以入球 所以這場球 我最近很開心 英超 你看到對隊都攻 韋斯咸也攻 韋根也攻 富咸也攻 富咸也攻 富咸修咸頓 對隊都攻 哇 還有強盃又不斷失球 哇 多開心 唯一最小就是 史督城 駱惟治 最主要這幾隊 大家都知道 他不停攻打 但是指數也不會升 還是兩球半 這才過癮 你跟阿仙奴那些 開到三球半 這些多好 兩球半 這才最好玩 也不會像羅馬一樣 超級消費 三球三球半 所以這場可以的 簡單一點 就算你坤士咸也讓評判 你也不要想 我真的覺得 尤其是這場比輸迷 炒友都相似 不要開玩笑 好 看看李物浦又怎樣 李物浦就 叫做 有時候 我不知道是否領隊專門 但我又看到後期 看到他換人 看到他 當然是誰主場想輸球 可不可以換完薩華蘇 謝拉特那些都下場 都1比3輸球 輸給史雲斯 那你也要稱讚史雲斯 打的戰術 打得相當好 就是 撐著李物浦來打 而且李物浦的後防 大家都知道 一不齊人 或者打得不夠聰晨 就輸球了 這場比賽當然 有很多年輕球員 這場比賽 這場聯賽杯 對著史雲斯 其實李物浦都不是全隊 尤其是前線出年輕球員 阿沙迪 和耶思爾 也是新進的德國裔小將 沒想說 聯賽杯 我覺得你抹了他 那 究竟聯賽表現得如何 上星期你覺得 李物浦對外華鎮表現得如何 你覺得 OK 不划算 其實應該 他最後應該贏 大家都紅色 不夠萬年好運 人家欺西就當入 你欺西就啤 不欺西就當欺西 所以 不划算 而且踢得不錯 所以 你說今次回到主場 你也看好李物浦多一點 我看好李物浦多一點 因為 不是多 初盤指數 李物浦半一 現在升上一球 有球帶小兩盒半 三球 現在都是 因為看今年 我覺得 作客 跌了少少 跌了少 跌了 你看看今年作客 中下游 都是和也贏不了 你看看 李物浦 上場 雖然有一次對雷丁 雖然輸本太鼓 又開齋 就算是主場贏 現在 還有剛剛 逐一打 俄頓也OK 所以我 希望他吃著小 這場球贏 看他的信心 其實是回來了 歐霸杯對著安捷 也有把握地 看著來踢的 那場球踢一下踢一下 入了球也是比較順 其實李物浦現在 放回聯賽的重點也是對的 因為 賈賈地暫時還是12位 而且在聯賽 也是比較重要的 這件事 是無可否認 當然 那場的聯賽盃 但上個星期 好像健仔說的 對著愛華頓 根本打得不錯 不過當然 我經常覺得梳雅雷斯 要改善一件事 不要太魯莽 第一插水 第二就踢人 就一發毛了 所以 現在的球證 是很差的 有了你的印象 就算你百分之二百是12碼 他也不給的 有見過幾次 梳雅雷斯 明明應該有12碼 而且另一個就給了 唐寧也給了 他不給他 紐家屬上個星期 告訴大家 對著西暴朗那場球 贏球他真是幸運 為甚麼呢 其實有一段時間 根本是西暴朗 按住紐家屬來打 尤其是臨遠祥之際 那個尾段 還要入球最好笑 射門的時候 然後省到 帕比斯思思的背部 還要保持三分鐘 說得難聽一點 看到西暴朗的領隊 阿奇勒 真是呆了 也沒有說話可說 其實紐家屬好 近期的狀況 其實是差了一點 不知道是否真的 雙線作戰影響 歐伯伯伯影響 作客也叫和新特蘭 但是最終他們被迫和 即是打小過 歐伯伯伯也是成績OK 但是主場 兩場主場歐伯伯都贏了 對著新特蘭那場球 其實表現是一般般 因為打小過 所以被對方迫和 所以這場球 我始終跟阿傑仔的看法 都是沒有走雞 都是看到利物浦 應該是 對嗎